這個牛肉一壓下去 你看 哇 滿滿的牛肉汁 很棒 哈囉 大家好 我是Penny 我們今天來到了最近在網路上很紅的木木火鍋店 反正他們家呢 我覺得就是 現在網路上大家都瘋傳很多像那種吃到飽的店 但他們家算是比較偏個人 然後單點 然後重點是聽說品質還不錯 那反正還沒有訂閱我們的趕快訂閱我們的 我們一起去吃吃看吧 Let's go 排了40分鐘 我們終於進來了 其實我覺得他們的疫情就是管控的真的滿好的 然後這是他們的Menu 等一下跟大家在介紹我們點了什麼 反正現在就是說它有各種不同的combo啊 可能有什麼48塊的啊 然後你可以選三盤肉 或者說48塊你選兩盤肉兩個菜 反正選項看起來也是滿多的 然後它是一人一鍋 那現在因為疫情所以外面只有1、2、3、4 大概7、8柱而已 所以大概就這樣 然後我們點完再讓你們知道我們點了什麼 超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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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你拿到泡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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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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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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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最后点了48块钱 然后有两道肉两道菜 还有两个像是冬粉米粉这类东西的套餐 然后呢其实你会发现他们家的menu啊 你不要觉得说他说48就48 你要仔细往下看 他几乎就是肉类的每一个都是你要加价 才可以点的 那我们点的是这个 这个是牛 然后又是什么神户牛吧 看起来是蛮漂亮的啊 我觉得他们家品质看起来都蛮好的 所以来吃吃看 然后最近网路上很多人推 然后我们叫这个羊 所以点它吃吃看吧 然后最主要是它的蔬菜盘 我觉得做的还蛮丰盛 其实我很怕有一些蔬菜盘都只有蔬菜 可是他们家的蔬菜盘 哇各种蔬菜都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看起来还蛮不错的 然后里面还有像豆泡啊 这是我叫的 然后你有两个面 乌龙面或是公仔面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叫的牛筋 还有这个 这个是他们自己手工做的 潮州牛肉丸 所以等下吃吃看看好不好吃吧 然后我们的汤底是加有番茄锅 跟四川马拉肚 然后这间好像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非常非常有名 它的锅就是小小的 但是就是看起来就是很精致 然后已经不是那种穿透 前一阵子我就外去回来吃吃倒包 但是现在anyway 他们家里不是 是单点 然后呢 我们还自己去隔壁买了 Happy Lemon 就大家都去隔壁买 所以如果你有来的人 也可以到隔壁买Happy Lemon 拜拜 好啦 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刀咯 这个牛筋我还要丢了 牛筋我还要丢了 牛筋我还要丢了 牛筋可以全丢 哇 这肉已经好了 这羊肉看起来品质很好 就是有时候就真的是单点的 有时候品质真的 控管的就比较好 看一下 哇 不是羊肉吗 对是羊肉 然后你看这个酱 你这样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葱 很棒很棒 超多的葱喔 这什么啦 这么多的啊 嗯 嗯 嗯 好了 哦 一下碗 眼睛 一下碗 好 OK 然后我们刚刚先吃了几口 它的肉真的品质超级超级超级好 真的 就是 很嫩 然后很有Q度很新鲜 你吃吃看 你的酱料 嗯 嗯 我觉得这间它这个价格有它的道理 就是 嗯 有别于一些很传统的马拉锅 它的味道其实相对比较淡一点 像我的马拉锅一点辣味都没有我觉得 所以如果喜欢吃辣椒不要想 你的番茄锅好吃吗 味道重啊 它味道是比较清淡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比较偏像日式一点嘛 但是它的肉真的品质非常好吃 然后 我们再加一点其他的东西进去 再加一个龙虾碗 然后你看 它里面啊 各种蔬菜 超级多 哇还有好多菇 还有冬瓜 就是不是那种很typical的 就是只有绿色叶子的蔬菜盘 好反正它这个蔬菜盘里面东西还蛮多的 就是有冬瓜啊 然后有菇啊 然后有豆腐之类 还蛮多的 我觉得他们家的蔬菜盘 跟其他家的蔬菜盘不太一样 就是不是只有绿色的蔬菜 真的还蛮不错的 所以 我觉得如果你食量不是很大 然后又喜欢吃的比较精致一点的 他们家应该会蛮适合你 那反正目前吃起来是觉得很新鲜啦 就是 不会让你觉得很油很腻 那这间最主要是要排队 所以大家有机会也可以来试试看 还有这么大的香菇 要把它切成一片一片 一小片 很新鲜 我一定要跟大家 一定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酱 太棒了 就是那种 日式里面都是蒜头 跟个都是葱 还有小时候吃这种东西 从小时候开始就很喜欢吃都是葱 跟都是蒜的酱 超级棒 推荐给大家 然后用那个肉把那个葱爆起来 好我们先来试试看他们自制的这个 炒猪手打牛肉丸 试试看 都是汁 这个牛肉一压下去你看 哇 满满的牛肉汁 很棒 满满的牛肉 他们的菜盆里还有 卤筍 这是卤筍吗 不是这是 筍 又筍 嫩筍 我们真的好饱哦 原本还想说要再多嚼 真的已经太饱了 肉真的很大一片 然后 品质很好 就觉得说好像 以为说这种不是吃到饱的店 好像就要一直叫一直叫 结果超级超级超级饱 所以如果说你本身身量不是很大的 真的不要挑战三盘肉 我觉得 好我们吃完啦 那反正这间我个人非常喜欢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它的口味很清淡 就是你吃完之后不会觉得口感舍着 然后它的东西我觉得偏甜 就譬如说像麻酱啊 还有它的酱油 其实口味都比较偏甜一点 其实我觉得偏日式 然后我来美国之后吃到的麻辣锅 什么都是比较重口味 比较偏像四川那边的火锅 重庆那边的火锅 那这个算是我近期吃到口味比较清淡的火锅 我也还蛮喜欢的 偏日式吧 然后有点甜甜的 我们台南人吃东西比较偏甜 然后我们今天吃完总共是 因为好多人都会问我说 我们到底吃完都是多少钱 54块 我们是叫48块的套餐 然后因为我们叫了那个 手打的牛肉丸 所以多加2块钱 所以也不贵 然后重点是很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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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饱 我们还就是吃剩下不少东西 好 那反正这间叫做木木果固 好像是一间连锁的吧 然后否刺的事情有一间 然后现在疫情期间 所以他们都在外面 开放的桌数也很少 所以相对起来还算是比较安全的 好 那还没有订阅我们的 要赶快订阅我们咯 我们下次见 拜拜